近日有媒体报道 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绵羊紫津民族中学 在新校舍启用不到两年之后就被拆毁 原有地块将被用于建设商业项目 记者今天专长赴绵羊进行了采访 在绵羊市浮城区花园街 记者找到了原绵羊紫津民族中学的校舍 整个学校已经被在建的浮城万达广场的围墙给包围住 虽然天空中飘着雨 但是拆楼的施工并没有停止 一栋教学楼已经被拆得支离破碎 青涩的屋檐和洁白的墙壁都显示出 整栋建筑应该没有经历过多少的岁月 对于刚刚才重建好没有多长时间 又被拆掉的教学楼 附近的不少绵羊市民都觉得很可惜 我那边放学回来看见过 就这样直走直走在拐弯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防止新的修了差不多还没到一年吧 但被我来拿拆拳就让人 我觉得挺可惜的 挺可惜的 据了解 这所学校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 教学楼正会 香港政府拨款200万港元 加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 向教育界募捐的200万港元 合共400万为学校重建新校 为铭记香港同胞的人道义举 学校也更名为绵羊紫经民族中学 新建的学校于2010年3月竣工开课 对灾后重建的新校舍为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拆毁 绵羊市政府表示 2011年1月与绵羊紫经民族中学相邻的绵羊师范学院西校区因发展需要已实施搬迁 使民族中学借用的师范学院运动场和浴室等教学和生活设施丧失 加之原校园狭小 学校教育教学无法正常开展 在达成多方共识后 规划选址在绵羊科教创业园区新建 总投资7000万元 总投资中 原民族中学土地及土地购筑物资产处置 约3000万人民币 这其中含港方元件400万港币 基于资金由绵羊市政府投入 东方卫视记者游明玲 四川绵羊报道 而这一消息传到香港 特区政府表示 正在考虑收回捐款 特区政府发展局表示 当局已于5月初 赴现场实际了解 并正与四川方面及教练会商讨处理办法 但特区政府的相关款项 有严格的审计机制 所以不得不坚持保留旧楼 基于绵羊市新的发展规划 因此只能撤回之前的捐款 目前教练会还在协调相关事宜 绵羊市政府觉得不拆不行了 因为跟整个发展不协调 就只能够拆了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香港特区政府不同意拆 原来是不同意拆是不可以拆的 特区政府不同意拆 它是永远在哪里的 但是这个对于整个民營市的发展 可能要耽误一下 怎么用呢 所以现在他们的建议 特区政府的建议就是 我们切回申请 把200万还给特区政府 那就没事了 你没人市政府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跟特区政府就没有关系了 黄俊宇认为 之前教练会捐资3000万 给西方工程建设30多所西方小学 也没有遇到相关情况 主要还是当地的规划改变 以及捐资者也没有了解清楚 当地的配套规划 东方卫生记者老友林 于华香港报道